台股的万三保卫战 今天虽然失利了 但是国安基金操盘手软七华 告诉大家说 学习巴菲特的精神 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他说虽然不是叫投资人 现在就要进场 但是他说 慢慢的等总会接到 你最理想最合理的价位 无独有偶的 在最近也看到了国泰金 国泰金投资长陈淑芬 告诉大家说 台股现在看起来或许还会跌 但是是时候开始减便宜了 玉堂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减便宜怎么减才安全 好 今天有一个指标 给大家做参考 二高一低 分别是高成长高值利率 跟低本一低 好 高成长怎么怎么定义高成长 当然最简单 我们就会先把这个前三季的营收 先把它抓出来看 因为今年其实景气都不好 你可以看到很多半导体IC设计 大概第二季第三季就开始衰退了 所以你可能可能那些我们就会剔除 因为前三季营收好的先挑出来 然后再配合产业前景去做一些筛选 比如说可能像一些电动车相关的 比较明朗的这一块 不是所谓消费性的 不是做手机那一块的 我会把它定调为比较OK的 比较少杂音的 那因为有高成长前景乐观 第一个有基本面支撑 那你在减便宜抢反弹的时候 买有这些基本面的个股 第一个抱起来你会比较放心一点 并不是所谓的一些投机性的个股 所以第一个我会先从营收成长的角度去看 好 所以之前好 之后也要好 而且跟消费跟景气 现在不要有太大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 比较少杂音的 好 基本面 那第二个我会把殖利率加进来 因为在空投市场买股票去前两年多头 没有人在谈殖利率 但是在空投市场的时候会特别去看这个 因为我抓殖利率会抓大概可能至少十年 他的一个平均的殖利率的水准 那如果说有些个股 其实他的殖利率不错 像现在可能接近六趴上下左右的 其实我都觉得算是高殖利率 对 大盘今年跌几趴 对 然后殖利率有六趴 而且是从这十年以来 去抓他的一个平均数 六趴 对 大概六趴上下 就是接近左右 那如果说这些有基本面的个股 他又有殖利率的保护 因为他告诉你 他每年平均来讲都有六趴的话 那你去想 就是万一真的行情不好 但是已经回到他该有的这个殖利率的水准的话 我觉得这个投资的价值也是浮现 所以进可攻 如果接下来前景乐观 但是如果真的不巧前景不乐观 退可守 对 又有高殖利率 那第三个就是低本益笔 就是说刚刚谈到嘛 有高殖利率的保护 那低本益笔代表说 现在的股价的价值好像又有点委屈了 所以我觉得再从这个本益笔的角度 再去做一下筛选的话 那我觉得配合这三个条件 找出来的个股 你现在进场去所谓的减便宜 抢反弹也好 我觉得趁着台股拉回时期 符合这二高一低的条件的个股 可以逢低去做进行 我问多不多 高成长 这是要以前也好 然后之后也好 然后高殖利率你说要有六趴 这门槛要往上拉高 然后要低本益笔代表 EPS表现要不错 然后股价最近跌比较深 好找吗 不好找 因为有一些可能营收好 但是殖利率不高 有一些可能是殖利率高 但是他今年营收未来是衰退 所以在筛选的过程当中 会剔除比较多的一些产业跟公司 来你帮我们找出的那些 对对对 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光荣 光荣他主要做户外的品牌服饰 露营用品的一些代工 代工 对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其实去登山 爬山还有露营的这些人口是国内外都一样 都不断的增加 所以他前三季的营收是创新高 年增38% 而且这一个月三大法人也买了5000多张 相对来说他的筹码面跟前景展望 其实都不错 那再来我们看 这十年光荣平均的殖利率有6.5% 也算蛮高的 那目前的本益比大约是8.8倍 在这个产业里面跟光荣一起做 有哪几个大品牌 像广越也是4438的广越 那芦虹巨洋也是 对对对 但是他们今年的走势差异很大 因为你看像芦虹巨洋 有一些是像Nike运动品牌服饰的 反而有高库存的压力 但是我刚刚谈到另外一家是广越 广越也是做一些户外 像登山的那些品牌服饰的 其实接单不错 我们看一下K线就知道 这是我们先看8916的光荣 其实光荣的一个走势 最近算蛮强势的 因为前一波他是创新高 来到64块3 然后最近刚好压回 那我觉得大概以季线 51块4作为支撑参考 因为季线都没有破 那也可以以这个平台区 大约51 52块作为支撑 然后最近法人都持续站在买房 因为毕竟服饰这一块跟半导体 截然不同 我觉得比较没有受到美国科技股的干扰 这是做最近说户外运动 还有做露营代工的光荣 安勤 那这个安勤 那特别强调这个成交量比较少一点 投资人在操作要注意一下 那他主要做的是工业电脑 好像是我们那种有博弈机的一个部分 还有现在去麦当劳啊 一些便利商店 有很多的自助结帐机 就是他所做的 那因为自助结帐的渗透率不断提升 你看现在去麦当劳 柜台的人很少 几乎就是自己去按那个自动点餐机 所以这个趋势 我觉得他是渗透率不断增加 在各个行业都是如此 那前商机营收也很好 是创历史新高 那目前来看他的殖利率 接近6%有5.8% 那本益比呢 大约接近8倍左右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K线 那K线比较弱一点 因为看起来是前面是破线的格局 那目前来讲就是 比较乐观的期待 就是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打出第二指甲 比较乐观的话 当然我们先不做预测 不过刚刚谈到的 以长期的角度来看 殖利率本益比 都来到合理的价位的情况之下 我倒觉得目前来讲 应该到接近50块这附近 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重要指振局 玉航像这种 一天成交量只有237张 但是因为就像你说 今年要筛二高一低 真的是太难筛了 那电脑选出来 就是这个 像这种量比较小的操作上 有什么样提醒 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买太多 OK 对就是因为你知道 它流动性少 所以你在这些个股的布局 就是你要 比如说你有100万左右 你不可能100万 全部买进这些股票 可能大概一成左右 布局这些低量股 我觉得那是OK的 好就是安琴做博弈的 来再下一张看看 符合两高一低的博大 电源供应的 第三季的营收也是创新高 9月的税前盈余1.66亿 这是做充电桩的吗 它有切入 但是它主要前面做的可能是一些交通轨道部分用的电源器 那它在充电桩也有布局 那目前这一块的订单也比较乐观 所以以它来讲 它的殖利率6.1% 本益比10倍左右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 其实业绩非常好 你看其实过去这一波 它的默默涨上来了 那现在刚好压回到季线附近左右 那我建议就是说 像这种个股 你就以季线作为支撑参考 如果说有跌破的话 比较几率的操作的投资人 那当然你就可以停水 这一波为什么开始量增加 然后到时候大家去追它 因为我刚才有谈到 它的那个第三季的营收财报很好 它那时候公布之际 市场就去反映 对 去获利好 但是没办法 这个九月份过后 台股国际股市都跌 它又被押回 但其实押回的时候 你仔细去看 外资其实并不是把前面买的全部倒出来 其实它整体的持股的水位 还是在相对高 在做获利了解部分 对 没有到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到季线 我觉得大家会抓82块的整数关卡 作为它这一波重要的一个支撑 OK 网上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次 就是7块钱 从目前的量去看比较难一点 但是我觉得至少守在这个季线之上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OK 好 但是这也要小心哦 你看今天成交量245张 对 量比较少 对 也是宇棠提醒大家 做这种量小的千万不要all in 而且通常我这个塞出来的话 就比较倾向于说它是波段的布局 因为你不是做什么短线隔日冲的当冲 因为我刚讲的它是投资价值浮现 你可能比较可以摆一两个月中长期 就是接下来去反映它的营收财报 基本面不错 等大盘反弹之后 这些个股慢慢就有机会涨上了 OK 好 再来维席 它是低轨卫星的电源线的出货 也不错 它打入到这个SpaceX 那它还有另外就是充电枪的连接线的一个部分 是打入欧洲的车厂 那千商务营收也很好 年增15% 那我们看它近十年的平均殖利率6.2% 那本益比不到十倍 只有九倍而已 我们看它的K线 它K线也是处于比较整理的形态 还没有说走出一个上升 或者是跌破的形态 所以我比较近象 你知道它是一个区间性的整理 区间性的整理 所以类似像这种个股的布局 第一个 它在接近比如说乡型的底部区 大概42.75% 43%这个位置区 你可以逢低区做布局 然后到接近压力区块附近左右 大概在47元左右 你短线可以做调节 比较做区间操作 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中长期来看 就是我刚刚谈到的 其实法人也在买 因为说真的 它的获利配息都很稳健 而且也是震威集团的个股 只是说震威集团 对震威集团 量真的好少 65张 对量比较少 你在操作要特别注意 我只是把这些条件塞出来的个股 有些真的基础股不错 但是因为很多我们到中小型股 就是之前我们主管机关也有说 什么冷门股要造势 就是一些基优个股 就是比较少流动性 但是它的基本面真的不错 所以我觉得反而在空头之际 可以特别留意这些 比较委屈的基优个股 是好 谢谢玉堂请先回座 这就是所谓的隐形冠军 就是玉堂选择 到底在接下来长反弹 或者是哪一些投资价值 开始浮现几个选股的标准 两高一低 什么要高呢 成长性要高 不仅仅前三季的营收要成长 今年景气开始往下档 但是前三季营收还是往上 重点是以前好 不仅仅以前好 以后产业前景也要乐观 有基本面租支撑 第二是高值利率 玉堂说标准 现在要设在大概6%左右 而且要长期大概 连续十年平均的值利率 大概有6%左右 好 再接下来 低本一笔个股的价值被低估 在大盘拉回修正的时候 只要符合这样的条件 就可以做布局 所以玉堂很辛苦 他说因为标准看起来很高 所以筛出了个股很少 所以筛出了四档 符合二高一低 不是要您去追 只是要告诉您说 按照这样的逻辑 在短线去寻找 有投资价值浮现的个股 光荣户外运动 露营成长 跟广越 跟如虹 同样是属于仿制族群的 跟景气 跟高科技族群 随着大盘的波动 影响没有这么大 继十年平均值利率 6.5% 本益比8.8倍 其他打一个星星的 玉堂很贴心 要提醒您 这些成交量都不是太高 包括了安晴 夏业 博大 以及维西 都符合之前营收不错 之后的展望也不错 但是打个星星代表成交量比较少 所以提醒您操作上 千万不要全部all in 然后波段操作 时间大概拉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 感谢玉堂的提醒 好 接下来 十一点钟的大主题 我们要告诉您 举世最近大家都在瞩目的 中共二十大 这一次我们要全方位 这个礼拜 每天都要带您追踪 到底这中共二十大 释出了哪一些的讯息 好 最近听说 官方大肆宣传 但是民间精若寒蝉 首先昨天开幕式 习近平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开幕谈话 有哪一些重点 稍后短短时间带您一次看